趴下 趴下 大批刑警荷槍使弹 闖进台北闹局大楼 破门中间 远警到台北西门町大楼 早当黑帮据点 锁定主联邦仁堂名人会 24岁林姓分会长 这什么步伐的 这什么东西 你拿刀子干嘛 他们涉嫌暴力讨债 逼被害人下跪求饶 接着毒打丢包医院 一群人在急诊室大乱斗 日前名人会高调春酒 让警方豁大收网 日前又在台北市 旺豪酒店高调举办春酒 展示名车 蜡谋迎宾 严重的挑战公权力 名人会旺华林姓分会长 涉嫌网路赌博 也找来小弟贩售毒品 日前被害人欠十万元赌债 持刀蟹棍棒通欧对方 连家人都不放过 也被他乱棒通欧 林姓分会长 日前高调参加帮内春酒 警方眼见实际成熟 收网抓人 一共三人收押近见 南投埔里这名打赤膊 送去脚头 睡梦中在摩铁 同样被警方压制 加开洗车场的他 出路由一票小弟簇拥 先前到KTV唱歌 看被害人不顺眼 就挑心迟到刺人 还无辜勒索另一名男子 交出一百万 否则要你好看 和旗下十多名小弟 统统被逮 刑事局警方会投各辖区 破获太阳联盟诈骗水防 逮捕12名嫌犯 不法获利四千万 名人会同样涉及 林谷塔诈骗 一共无名嫌犯落网 全台北中南串联 执行扫黑行动 遏止帮派嚣张气焰 记者李清盈陆雨昕 参加报道